元宇宙的畅想 很多同学说 老师 我听不懂 什么是元宇宙 元是一元两元的元 宇宙就是世界宇宙 元宇宙是啥意思呢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有些爸爸妈妈知道 有些叔叔阿姨也知道 但是我们小朋友知道的不多 但是呢 老师换个说法 你马上就能听懂 最近两年 我们的元宇宙这个概念很火 啥意思 元宇宙是啥意思 元宇宙就是虚拟世界 我们现在的人 都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 现实的世界 那么现实的世界呢 是一个世界 虚拟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现实 一个是虚拟 现实世界 我们吃饭上班开车 虚拟世界 我们也吃饭 也上班 也开车 但是呢 虚拟世界 它毕竟是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 你开车 跟现实世界开车 有什么区别呢 现实世界开车 我在路上开 虚拟世界 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是不是 简单的理解一下 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虚拟世界 我开车 开一个小时 现实世界 我们开车 开一个小时 虚拟世界 我们开车 开一秒钟 就到了 因为这个 是我可以自己设置的 大家就理解了 原宇宙 就是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就是 一个 虚幻的世界 它是一个互联网 联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的人 都是动画人物 我们的很多事情 都是跟现实世界 不一样的 比方说 汽车可以飘在空中 汽车可以 它插上翅膀 因为路太堵了 对不对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现实世界 是这样的 那个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就是 原宇宙 原宇宙应该是 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每个人 心目中的 原宇宙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今天的主题 原宇宙的畅想 也就是我们人类 未来再过几十年 有一个虚拟世界 这个虚拟世界 是个什么样子的 老师先画一个草图 你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我认为 哇 我先想一想 再过五年十年 我们人类进入原宇宙了 我早上起来 我想去上班 于是我戴上了一个VR眼镜 我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了 我就戴上一个VR眼镜 我所看到的一切 跟现实生活中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VR眼镜里面 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有飞船 有太空交廊 有一个雄鹰 我可以选择这么多交通工具 我还可以选择瞬间变身 到我想去的地方 我虽然这一整天都在家里 我的身体在家里 但是我很忙 因为我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 我可以干一切的事情 在这里面 但是我真正的身体呢 是在家里的 我的思想 我的灵魂 我的一切信息 我都通过这个VR眼镜 我的眼睛 把我带入了另外一个虚拟世界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这张画就是 你通过VR眼镜看到的世界 我看到 我在家里 我起床之后 我看到我的厨房 我看到我的卧室 它都是书架是书架 桌子是桌子 没有什么改变 当我一旦戴上这个VR眼镜的时候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 哇 一个汽车在天上飞 我看到了 这是我打的车 它哪来接我了 对不对 一个汽车 坐着云朵来接我了 到底有没有路了 可能就没有路了 汽车 下面的汽车 有没有了 我觉得下面的汽车也是有的 就高架上面路也是有的 有些车 它其实还是在路上的 对吧 有些车 它还是在路上的 但是有些车是飞在天上的 那人 在虚拟世界内 虚拟的这个空间里面 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互联网 物联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人类到底有没有房子呢 我觉得人类那个时候是没有房子的 每个人呢 他都是有一个泡泡 这是我想的 每个人都住在泡泡里面 因为这个泡泡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泡泡呢 外面 再强烈的灯光 这个泡泡里面它是黑暗的 人呢就在这个泡泡里面睡觉 对吧 他是个泡泡 这个泡泡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泡泡一打开呢 人就自动的穿上衣服了 然后呢 人就开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 那么还有很多的东西 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说到现在 肯定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有了好多创意 有了好多想法 也有很多的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法 都没有关系 你看我画一画 你就知道了 元宇宙虚拟世界 未来的世界 我们人都不在现实中生活了 人都通过一个动漫形象 我们的每个人都都有一个动漫形象 你这个动漫形象 就是你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 当然你可以把你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 世界中的这个形象 人物形象 你自己设置成跟你现实 长得一模一样 你也可以选一种皮肤 你也可以选一个不一样的脸 你是男的 你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做女孩子 对吧 不一样 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么那个时候的房子是什么呢 是一个泡泡 我们现在人有什么 人现在要坐车 要打车 要住房子 要喝水 对吧 要加油 那那个时候的车到底要不要加油 那个时候的车长不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未来的车肯定也不长这个样子 未来的车吧 也是一个泡泡 人可能就是一个大泡泡 人就坐在这个泡泡里面 这是未来的公交车 可能没有 好多人在这里面 他们也是上班 但是他怎么上班呢 他可能是有一条线 就是这种大泡泡 很大的一个铁泡泡 玻璃的 人都在这个泡泡里面坐着 然后这个泡泡随着这个线 它是 这根线就是轨道 这根线就是轨道 那么它肯定有很多条线路 对吧 所以未来最多的可能就是这种泡泡 我认为 它是很方便的 方便 那个时候有没有飞机 那你在城市中生活肯定是 这种泡泡就是公交车了 也没有什么交通 传统的车肯定还有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车还有的 但是飞机有没有 那个时候飞机估计也是泡泡 或者是类似于泡泡之类的东西 它肯定还是这种 有一定的这个怎么 有一定质网的 这个飞机呢是飞到其他地方去的 这种飞机 这是未来的一个世界 未来还有什么呢 衣食住行 我们穿不穿衣服呢 动物跟我们怎么相处了 人到底在地上走了 还是说 还是说有这种 小 小格子 然后运输着 一个一个小电梯 就是一个电梯 透明的电梯 在空间中移动 这也是一种 未来的出行方式 我们现在画的是 未来的科幻世界的 虚拟世界 里面的一个镜头 以后的人在虚拟世界中 怎么生存 这些人都是 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当中的 一个对应 有些同学说 我还没想到 没关系 你可以想 我们现实的人 你每天要干嘛 你每天要吃饭 那我们在虚拟世界当中 我们怎么吃饭 人这种动物怎么吃饭 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饭吧 就是餐厅是什么样子的 吃饭的场所 可能就是个馆子 跟我们现在下馆子很像 就是有个馆道 这个馆道进去之后 就是吃饭 进去之后 一分钟就出来了 就是吃完了 这是吃饭的地方 这写个吃 这种馆子 可能是吃饭的地方 好了 吃了饭 要上厕所 对不对 那未来的虚拟世界当中的人 怎么上厕所了 这是个问题 然后上厕所可能是个 下馆 下面的一个馆子 往下走的一个馆子 上厕所的馆子 等你写个写 就是上厕所的那个 下面那个馆子 然后 好多好多的创意和想法 你慢慢的生发 未来的世界 在虚拟的环境当中 它可不是现实的世界 跟现实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 穿衣服买衣服怎么办 出去游玩怎么办 是在空中吗 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 自行车最后变成什么了 汽车变成什么了 我们的房子变成什么样了 我们的学校变成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怎么学习呢 我们还上学吗 在虚拟世界当中 我们怎么交朋友呢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创意 可以思考的一些点 你也可以从你家的卧室开始画 你家你的卧室全变了 这个画面是通过 VR眼镜看到的 未来世界的状态 今天我们的想象力要大爆炸了 有些人开始想了 摩托车怎么变呢 哎呀 那个在水里面的那种游艇啊 船 它变成什么了 未来的公园是 大家怎么出去钓鱼 怎么出去玩乐 未来的游乐场是什么样子的 哇 这好多好多的想法 你都可以 编辑成 一个一个的场景 最后组成 一幅画面 未来到底有没有街道啊 哎 有没有一座一座的桥 这弯弯曲曲的桥是咋回事 哎 我们现在还有烟囱 未来的烟囱怎么怎么回事 它排不排 从哪排 哎 是不是空中有一个罐子 把空气 可以调节 今天的天气 晴天雨天可以调 是不是有一个中控的大屏幕 有一个城市管理员 可以随时切换今天的天气 雨天 还是什么 晴天 都有这个中控的大屏幕 有一个程序员在操控着今天的 整个城市 整个天气 然后一键可以把整个城市清理了 就整个城市当中有很多垃圾 按一个按钮 所有垃圾全部被吸走 可能有个巨大的吸尘器 它只吸某一某一类的东西 不会把人吸走的 那么它应该是长什么样呢 这个巨大的吸尘器 如果有了这个巨大的吸尘器 我们的清洁工阿姨就不用 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扫地了 对不对 就有一个巨大的吸尘器 就像一个大飞机一样 它可能长的是这种 四个角的 四个角的 然后是这种大机器 中间有个大风扇 它就是城市清理员 城市的清理员 它会把很多的垃圾 以那个龙卷风的形式 把城市中的垃圾 卷进去 这样一瞬间 整个城市全部干净了 你看未来的世界 就可以这么操控 你虽然在虚拟世界中操控着 清理城市的这件事情 但是现实世界 它跟虚拟世界是连通的 它把整个城市中的垃圾 瞬间就吸走了 就是说你在虚拟世界 可以控制现实世界 你在现实世界 是无法控制现实世界的 你必须进入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有很多的设备 这些设备的最终 最终的实施的是一些机器 机器人 一些大的设备 他们在掌控着这个城市 哇 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 最后你要完成一张画 你家在哪 有没有河 有没有湖 有没有植物 等等等等 我们今天已经好多好多的参考了 今天是个开放式的作业 你要把未来的世界 它不是现实世界 它是虚拟世界 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怎么生活 你要画完之后 设计好之后 你必须用黑色的 黑色的笔 有细的地方 你要勾 有的地方粗 你要勾线 我需要一张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这张作品看到的是未来的虚拟世界 它所有的一切 是衣食住行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人类世界的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 都要靠我们想出来 这张作业你很难在今天的半个小时完成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你也很难完成 它是一个星期慢慢的去策划 慢慢去想的 等你想完之后 你要反复修改一下 等你觉得这张画面特别精彩之后 你要勾线 你要把有些地方勾粗线 有些地方你要勾细线 然后你要开始上色 有些地方勾粗线 有些地方你要擦掉 有些地方你要改 有些地方你要粗线 细线都要有 好 等你把这些粗细的各种机器 各种设备 全部画完之后 你要开始给你的作品 上颜色 用马可笔上色 你还会发明很多机器 很多的长得奇形怪状的设备 老师画的是一种 你画的是你想出来的 你在未来发明了很多很多的设备 很多很多的机器 它长的样子 我们现在人都没见过 最好不要出现现在有的东西 这每一个东西都跟现在不一样 但是你能把它讲清楚 是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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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当有别人问你 你这画的是什么 你能够讲故事 一个一个故事 这是干嘛的 这是吃饭的地方 这是上厕所的地方 这是未来的飞机 这是未来人的房子 但是呢 这是一种新型的垃圾清理器 一瞬间可以把城市中的垃圾 全部吸到这里面去 超大吸尘器 一分钟能把整个城市的垃圾 全部清理干净 你想想看 那得多少清洁工下岗 好 还有很多很多的留白 你要把这些创意都要画出来 跟着我们的思路 你完成这张作品 好不好 完成之后呢 你要开始上色 你觉得哪里要上什么颜色 你的配色 我们以前教过很多配色的课 你准备用哪一个色系 我画整个蓝色的 对吧 这里是蓝色 这里是紫色 这里是胡 对吧 你要开始上色了 一块一块的颜色 哪个区域是哪个颜色 这个区域是这个颜色 这个区域是这个颜色 你不要跟老师画一样的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好吗 比方说这个事物是蓝色的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画出自己的创意 然后你要选择自己的颜色 把整个画面画得有未来感 有科技感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 好了 今天我们的课程接近尾声了 你的作品才刚刚开始 我现在只是示范了一下 给你起了个头 你到底要画一张什么样的作品 是要花很长时间 花大概四五个小时 才能真正完成的 你今天花一个小时 把它构图解决掉 你的想象 你联想能力解决掉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过两天你再把它勾线 过两天你再把它上色 最终一个星期 你好好的策划这一节课 好好的策划这一个作品 它叫元宇宙的联想 元宇宙的畅想 或者名字叫未来虚拟世界 未来我们的人类 在虚拟世界当中的场景 这些主题 这些题目 都是可以自己取的 好了 接下来你的工作 就是顺着老师的启发 老师点燃了你一点点的想象力 你也不一定全部都要画 你可以顺着这一个机器 它的故事是什么 顺着清洁城市这一个点 你去做创意 你也可以顺着 未来飞机是什么样子 做创意 未来的车变成什么样子 做创意 你可以只挑一个点去创意 也可以 最后完成这张 未来世界的虚拟画面 完成之后 记得把作业提交 我们看看谁的作品 最有心意 最有想象力 最有创意 期待你的美好作品 你一定要花时间 去把这张作品完成好 这是一次开放式的联想 老师只是起了个头 告诉你这张画 你可以怎么画 可以怎么画 可以怎么画 大概什么叫好 大概什么叫不好 你都有感觉了 对不对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